外出游玩时,大家必定会携带行李箱 早期的行李箱是以木材或其他较重的材料制成 随着现代旅游意识的普及 行李箱的材料趋向更为轻便的硬塑胶或者是布料 成为现今行李箱的主流 但品质较好的行李箱,价格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如果买便宜的,有担心是否难用 现在已有专门出租行李箱的服务 透过此管道,消费者对于行李箱能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租跟卖我们都有 除了租之外,我们就是主要是维修 然后卖的话,因为店员比较小 就是提供有一些客人,他临时要用 他也不想要再去别的地方挑 那就是我们现场有的,就提供给他 他这次可以租小的,下次可以租大的 然后这次可以租银色的,下次可以租花色的 名片啊,然后束带啊,然后整理的那个六建筑这样子 电子磅秤啊,一些简单的配件选择比较多 然而现在消费者以及现在的生活形态 需求取向已经不同于以往 大致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因 有些客人比如说他临时他坏了,没有办法修 那我们他又可能想买,但是他还要考虑 他可能就暂时先租借一个 所以就方便客户啊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明天马上就要出国 晚上就要准备行李 对啊,买可能也对他来讲来不及 上班族他租套房 他可能不方便再放一个那么大的行李箱 有一些家庭可能家里有行李箱了 可是他临时要五六个人出去 他只有两个行李箱 那他不想再买,再占空间 他可能就用租借 他租我们的行李箱 他也不用再去担心说要保养干嘛 那轮值万一是氧化了 他还要花钱再修理,他不需要 扫带一个行李箱的时候 跑路有急事的时候 短期出游的话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行李箱 也是一大学问 面对五花八门的行李箱 唯有厘清自己所需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款式 才能让旅游品质更上一层楼 容量好不好看 兼不兼顾 价钱 五六千以下 外观跟材质 对,这两个 要硬一点的 买行李箱的话我会自己买 因为个人卫生问题 怕人家衣服可能没有洗 干嘛就放进行李箱 所以如果借别人的来用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塵埋还是污垢的 以上新闻由记者 徐新瑜台北报道 明镭就像这个人 明镭就像这样的黄泽 现在呢 非你来找了 你这种黄泽 电飞